欸對了 你們知道一件事情嗎 各位 NEO水晶可以提前打 你們知道嗎 雖然沒什麼用啦 就是 比如說現在快十二點了嘛 你們可以先進去打 打完之後呢 過十二點 再跟他對話就可以直接拿那個寶石了 但是要打喔 要打分數喔 分數要打出來才行 就不用先集滿這三百個 不過好像也沒什麼差啦 因為還是得打一次啦 就是可以提早打而已 少一天 不是不是 就是呢 你知道這個水晶可以無限次挑戰 就是你今天打完先領 你今天打完 你今天打完一次先領 領完之後呢 你再去打第二次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不要跟他對話 等跨日再領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水晶是可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的 你就算領完了獎勵還是可以打 所以你今天領完之後呢 你十二點前再來打 就可以了 或是其實你十二點前進場也可以吧 其實 但是也沒有什麼差別啦 就是也沒有讓你比較省時間啦 就只是 就是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跨日就打完 不用等集完石頭才能打 所以我有時候會這樣 像工會技能不是一個小時而已嘛 我有可能就十一點半的時候來打 然後之後十二點前再進去打 就不用等 跨日之後還要重新收集石頭 要過十二點了 沒關係啦 我是要過十二點打的 讓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何謂 何謂 何謂跨日領 我會把每集包掰也要 還要在家裡 你打到了 剛才真的可以打到 好好看 我看看 我也不要 解不得了 沒有 McCarthy 你怎麼會走 我也沒有 沒有 是 finally 來不及沒關係啊 我今天已經領了 我今天已經領了 我這個是會隔天做準備啊各位 這個是我在打隔天的份 你們知道跨日可以領隔天的嗎 不用撿那300個就可以領了 現在跨日嘛 對不對 等下就可以領了 我只是打隔天的啦 我昨天1387就算了 沒差 剛好前面有提到這個 給你們看一下 你要在跨日的時候打 或者是打完不跟他對話都可以 反正就可以在那邊等就對了 這樣子就可以啦 有沒有 我再拿一次 各位 這樣就拿兩次了 好吧 然後呢 我這個還沒解完嘛 就可以領了 所以呢 算是個沒什麼用的小決竊喔 是吧 可以在12點前進場 就可以領隔天的水晶了 但前提是啦 你前一天的份還是得打好不好 不要都沒打 只打這一次 那這樣你就虧一天了 所以就是呢 當天的記得打完 然後12點前的時候再進去就可以打隔天的 主要是這樣 那一點點 其實我們是在這裡 結束了 對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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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